無法轉動 投幣了之後 投幣 投幣之後 現在我轉 所以它進去有卡榫 好酷喔 最重要是那裡面 那機型你應該是公版的吧 什麼公版的 自己設計 自己切的 自己設計的啦 你看然後從外面是看不出來的 看不到啊 但是我有自己做一份全壓克力的 對對對 我自己有全透明的 全透明的 放在這裡 但是呢 你可以看這一個就知道 我跟你說 都在這裡 來給你們看 說明一下 來請看 這裡進去對不對 有做一個說明用的 它會跑進去 就把這個擋板撐開了 撐開過去 我覺得不如人剛做這個 然後你看這裡 過不去了 都錯 小學生才要選擇 過不去 然後你放下去 放下去的時候 你看放下去進去對不對 剛才怎麼了 剛才怎麼了 為什麼放下去會卡一下 它有圓弧啊 它把它趕到 來請看 圓弧啊 進去跑到這裡 推開 就過了 上面卡住 因為用錢去推它的 我跟你說 正式的扭蛋機 原理就不一樣 那個地方有圓弧嗎 有啊 有一個弧度 這樣子會卡住啊 所以它轉不動啊 對 直角跟圓弧 有沒有轉不過去啊 了解 所有的扭蛋機結構 都是這樣子 只是 它們不是像這樣 地心引力下來 它下面會有一個彈簧 把它推下來 確保一定會卡住 我這個的 有時候會不下來 因為 不夠重的話 它或者濕氣太重的話 它還是有可能沒下來 因為它只是地心引力 我說過我所有的套件 只用一種材料 這裡面沒有彈簧沒有壓克力 純粹這個木板做而已 所以它一定會有相對的缺點 但是優點就是 我不用準備很多材料 你可以想像 我們如果 很多 不同的套件的話 要準備多少材料 就是說你沒辦法 同樣一種素材 就整個做完 做出來 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素材 就 只要這個就可以做 我大部分的套件 都是一個材料 也不用 也不用教 應該要教 你要 這個 這個的組裝 這個要教 隆體本身 還是有一些要教 因為 因為我為了什麼材料 好啦 我本來是想要自己做 後來 你看 你看這裡是 四片合起來的 所以這四片合起來 一定要稍微用膠 讓它稍微固定 但是它結合到隆體的時候 就 就沒有問題